中共当局持续进行军方人事调整 据中共军内媒体披露 第二炮兵司令员由原副总参谋长魏凤和接任 兰州军区司令员由原参谋长刘岳军就地升任 南京军区政委由郑卫平接任 广州军区政委由魏亮接任 由于二炮司令员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预料魏凤和在十八大后将成为中央军委委员 据中共军内媒体火箭兵报披露 近期中央调整的部分政大军区级将领 一批具有实战经验、跨大军区、军兵种 和总部机关交流的军事和政治主观获得重用 其中包括新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刘岳军 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魏凤和 南京军区政委郑卫平和广州军区政委魏亮 山东级的魏凤和曾就读二炮指挥学院指挥系大专班 并在二炮系统内担任过基地参谋长、司令员副参谋长及参谋长 2010年才升任副总参谋长 是第一个从二炮系统升任的二炮司令员 同为山东级的刘岳军 曾参加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 以及之后发生的中越法卡山战役 具有实战经验 而郑卫平是由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调升南京军区政委 魏亮则由原总政治部主任助理调升广州军区政委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表示 从这一次军队大的调整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问题 从这一次大的调整看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有实战经验的一批将领得到了提升 再就是有基同经验的一些人得到了提升 再就是我们看到有些和江派博派关系密切的人 这一次没有得到提升 这个也是比较清楚的 被誉为中共军队王牌的二炮部队 司令员是部队军事最高指挥官 主观的调整历来都备受关注 今年因二炮政委张海洋涉入博案 而使得外界对二炮的高层人士变更 变得更为敏感 报道指出 原司令员靖志源已到了退休年龄 58岁的原副总参谋长魏凤和 已被任命为第二炮兵司令员 由于二炮司令员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预料魏凤和将在18大期间成为军委会议员 毫无疑问换上去的这些人都跟江系没有什么瓜葛 因为江系已经示弱了 中共历来就是一朝君子一朝臣 人质的体制 所以说谁在最高位谁就提拔自己的人 没有任何的民主可言 他完全是从维护个人的权威为目的去提拔自己的人 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军人应该是为自由而战 然而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去提拔这些人 他们是在这个党文化的洗脑之下 从基层干到高层 他们完全是非常狭隘的去执行这个党指挥枪 党对军队有绝对指挥权的这么一个信条 所以说他们是在为党而战 为独裁而战 不是为自由而战 所以说这个是个完完全全的 不一样的自军思想 很多新提拔上来的军人 说话体现出来的这些狭隘的民主主义思潮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29号在报道中 引述英国检视防卫周刊的 中国问题分析家沙拉麦克道夫的话说 在中国主要的国防问题上 中共党的领导在决策过程有最终的发言权 BBC的报道还提到 230万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理论上说是受中共领导的军队 他们忠于党的领导而非国家 报道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党的权利 例如在1989年 解放军血腥镇压了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 支持民主的抗议示威